中国吉利汽车的老总李舒福 最近接受余敏红节目当中 多次提到六四 结果把现场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有人发现他的直播房间已经被封禁 我们来看看李舒福说了什么 没有国家的定点 也就是我们不能生产 那后来不是那个嘛 六四以后我就不生产了嘛 因为六四之前的话 我是把这个地冰箱 那个时候我们叫北极花嘛 还有一个的话呢 是青岛一个叫平岛夏普洗衣机 青岛夏普当然我记得 他呢有一个地冰箱厂 品牌叫六月雪 那个老板叫任清走 他是国有企业 他的成本太高 质量技术也不行 所以他让我们帮他生产 他就贴个牌子 那个叫贴牌生产 他贴他的牌子叫六月雪 胜质量很大 但是六四一发生以后啊 这个就就一切都停止了 我们这个合作 我也就跟他也就 因为那个时候就比较复杂了 就关掉了 关掉我就就地停了 停了停了以后 我全部都送给政府了 这倒是的 现在这个对面箱上还在吧 政府拿走 我们他搞不好的嘛 没搞好 你这话说的太直白了 我们政府什么都能搞好 在李舒福第三次谈到六四 这个敏感数字的时候 我们看俞敏红的眼神已经飘了 他飘到了那个一个摄像机那边 就感觉他已经意识到了 完了 这个提到了这个敏感数字 他的这个房间就危险了 果然有人在进去这个房间的时候 发现这个直播房间已经被封禁 那有人就问了说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啊 他没有说任何敏感事件呢 可是就算没有敏感事件 但是你提到六四这两个数字 那就不行 这个数字就是敏感数字 在中国是连提都不能提 连说都不能说 这还没有做出任何价值判断的 只是说这个事 有发生过这个事都不行 共产党试图让所有人忘记过去的历史 他们嘴上说勿忘历史 那是勿忘所有对自己有利的历史 对自己没利的历史都要忘记 不想让今天年轻人知道 但是呢 他们自己要死不承认 说就算六四发生了 觉得自己很有理 就应该镇压 如果你这么有理 就应该镇压的话 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呢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任何的镇压人民 对人民开枪的行为 这都是不光彩的 这都是专制独裁政府 所犯下的罪行 共产党我之前讲过 在骂北洋军阀的时候 在骂国民党的时候 骂他们独裁 骂他们腐败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推翻政府是应该的 可是到了你这儿 怎么就双标了呢 现在你却认为镇压人民是应该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反对国民党 反对北洋军阀呢 所以他没有办法资源去说 只能让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提就好了 就好像没有发生过 可是这种掩盖历史真相的行为 早晚一天纸包不住火 这个李舒福不小心就讲出来 相信他肯定是私底下讲话 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但他没有意识到 他的讲话要被录进去 是现场的直播 而且他提到这件事情 也蛮有意思的 可以多说两句 李舒福是吉利的创始人 吉利汽车做得非常成功 后来还收购了沃尔沃 今天我们看到的沃尔沃汽车 就是吉利集团的 就是属于中国品牌了 这也为什么我根本不会考虑买沃尔沃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李舒福他讲的是 过去他做冰箱的事情 就是在80年代他制造冰箱 结果政府推出了新的要求 就是说要定点生产 就是说你必须是政府指定的厂商 你才能够生产冰箱 虽然他的营销已经上千万 但是没有被政府纳入到这个名单当中 结果他就做不下去 当然他后来说了 八九六四之后什么事都完了 大家都停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共产 等于他是被共产了 我辛辛苦苦打造出了一个厂子 打造出一个品牌 最后政府说收走的收走 好了 最后他又跑到海滩岛 后来又跑到各个地方去做生意 做创立的吉利 后来成功了 那是后话了 但是在此之前 他遭受过社会这些铁钱的毒打了 所以他心里清楚 那么六四当然对这个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了 未来会不会还有六四 未来如果还有这么多人去上街反对共产党的时候 政府是不是会排除坦克来镇压 如果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最关键的时期 他能这么做 那今天他政府自认为自己已经崛起了 已经有实力了 已经不惧怕西方了 那他更可能会这么做 更不在乎跟西方的冲突 所以这就有很多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受到压迫 受到剥削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 你去反对这政府 你肯定期待这个政府 在你反对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戏剧教训 他能够认错 他至少应该对人民的权利 或者对他们的信仰有敬畏之心 这样的话 你的诉求才能够被听到 你才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可是当这个政府根本不顾一切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信仰 他没有任何的 就是对人民权利的尊重 甚至他更不在乎外部世界对他的压力 包括外国政府 国际社会对他的压力 他都不在乎的时候 那他就会镇压你们 会使得这些反抗中共政权 对他们剥削压迫的这些中国人 导致他们的诉求 没有办法得到回应 甚至还被残酷的镇压 所以我一直在讲 共产党所谓的中国崛起 民族复兴的本质 实际上就是国进民退 就是人民的权力 民间的这个活力 经济活力都被压制 然后国企壮大 垄断企业壮大 国家的公检法的实力壮大 对吧 然后所有权力集中在中央 所以这种所谓的崛起 是一种专制的崛起 是独裁的崛起 是一个党国的崛起 而不是人民的崛起 这样的崛起对人民来讲 难道实现好事吗 太多中国人 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所在 就他觉得 中国崛起是好事 对他来说是好事 可以光宗耀祖 但是问题是 这个国家的富裕和繁荣 是跟你的个人的成就 是成正比的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 只要国家先进了 发达了 我个人就能够赚钱 就能够发达 那说明一点 说明你是吃黄粮的 因为这个国家有钱了吗 分你的钱更多了吗 对吧 你是吃黄粮的 当然会这么认为 你是体制内的是这么认为 对没错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是体制外的 然后你还觉得 国产党的壮大 对你有利 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拎不清了 其实过去这几年 也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国家在壮大的时候 这个权力在不断集中的时候 然后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掌控 跟权力更大的时候 反而会压缩民间的活力 民间的市场经济的空间 所以普通人民营资本 会受到打压 企业倒闭 员工失业 然后外资撤离 就是因为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 被国家给挤压了 最后变成了 这个政府在与民争利 他为什么要争利 他需要利益 他需要利益之后 才能把钱投入到军队当中 投入到对外援助当中 对吧 然后打出脸充胖子 觉得我们现在崛起了 可以跟美国抵决高下了 对吧 甚至我们还可以走向南海 这个甚至武统台湾 对吧 他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他就需要利益 利益的话 他没有办法把这个蛋糕做大 就只能去跟普通人去争这个利益 那么民间社会自然就会被当做韭菜割掉 习近平为什么打压金融行业 为什么打压游戏行业 为什么打压这个教育培训行业 为什么打压这个什么直播行业 互联网行业 打压房地产行业 他要与民争利 美其名曰 害怕金融风险 对吧 没错 这也是个理由 但是背后他还要维护自己的党国体制的稳定 维护共产党的绝对权利 因为如果这个社会 经济也好 社会也好 不稳定了 那么会动摇共产党的权利 所以说 他不是说为了人民 让你们生活更好 让你有更大的自由度 不是 这个不是目的 这个目的是维护他自己的权利 如果能够让你们开开心心的支持共产党 那更好 如果你不能够开开心心的支持共产党 也没关系 反正我们有枪有炮 枪杆子里出政权 可以镇压你 可以把你删帖封号禁言消失 他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应该知道的基本的道理 就是今天已经跟改革开放时期有很大的不同了 共产党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而改革开放 虽然他也从来没有跟人民站在一起过 但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他们的利益是重叠的 共产党要稳救自己的政权 他就需要跟西方合作 要拉拢美国 进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当中 对吧 要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 普通人可以从中获利 我们就用上了一些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 包括电脑 电视机 电冰箱 OK 那这个时候 共产党获益 人民某种程度上也获益 争论的问题是 你获益多点 还是我获益少点的问题 六四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六四如果 政府愿意给人民更多的权力 更多的利益 那么六四就不会发生 或者说 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占领天安门 他并不是说要推翻共产党 作为他们也知道 做不到这一点 毕竟那个时候 是改革开放初期 而今天 经过这个改革开放 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末期了 甚至已经到了改革倒退阶段了 那么 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就不再重叠了 而且是越来越背道而驰了 你要想获得国家的权利 那你就必须剥夺 过去改革开放时期 人民所拥有的权利 你要去对他们进行 更加严格的监控 剥削 我们俗称割斗菜 把他们当做人矿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现在 我们所遇到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你还觉得说 共产党好 我们就好 除非是体制内的 这么认为 我觉得都某种程度上有道理 如果是体制外的人士 甚至是 已经意识到 习近平在开道车了 然后你还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是非蠢机坏了 总之 今天留给习近平的时间不多了 也留给我们所有人的选择不多了 现在也不存在 跟着共产党一起变好 帮助共产党一起改革开放 改良 这样的选项了 已经不存在了 今天只有 要不然是跟着共产党一起 与世界为敌 要不然就是坚定的反对共产党 好感谢这期的公子时评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欢迎加入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